觀眾天氣 最近的天氣真有夠冷 明明這個雲差還有大 造成這個老大人不平翁省 第一萬有很多人告訴大家 以風中風跟心驚帶來的方法 只說老大人 如果這個寒冷性會時 應該生死多一部月才不會中風 或是說 如果心驚帶來時 還不可以打秋嬌阻球 這種方法感到 來看今天的法師打架得光對 兩位頭沖水 準備洗一下熱水 寒流和冷氣團接著來 心機撻到的和腦中風 就走很多老大人無幾死命 夢露營開始在流團 老大人冠天洗身庫 整個頂室 這次先洗臉 吃個洗牙手 衝心庫月才能洗頭 我們來求請心中華科醫師 這個團體感到沒了 洗澡最快在網路傳說上 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為沒有人在做這大規模的研究 那第二件事情 在任何人在洗澡的過程中 一定是先開水 所以一定是首先進去測試一下子 然後腳慢慢的進去 先沖一下腳 先讓沖一下腳的好處是 讓血管先微微的擴張開來 都均衡溫度之後 我們建議可以 你這時候你隨意就可以了 所以要先洗頭可以 先洗臉可以 先洗身體也可以 這一步在網路上找 心機一條的救救活 網路在團團說 心機一條的拿起來是嘴 教你這樣做 尾手後腳在裡面 大力打 可以救自己 因為這裡有痛氣 在下肚 辛苦是燒熱起來 很冷後 可以把經費發揮 痛費金 不過這個感光 就是假消息 在黑白教民眾 其實這個狀況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刺激這個患者當下 他同時也刺激他的腳感神經 他突然的興奮 興奮之後他就可能心跳會變快 血要變高 本來是已經破裂了斑塊 就會變成更嚴重 會造成血管阻塞更嚴重 每天到冬天都會有很多 教大家以後心機 立體和共同的片方 在網路邊大家和同心都拿 一直在團 醫師拿刺 身體如果是不適合 就不要自己計劃在想辦法 應該先發救命 加護EQ 除了專業的醫師 到三天 也不要亂聽人的要件 但不趁著救完時間 去到各地精湊